住户戴着安全帽 每个人的手上都是大包小包的家当 各式家电能搬就搬 要从围楼中紧急撤离 外墙出现大量X型裂痕 瓷砖也大面积剥落 大楼内部满地都是掉落的水泥块 墙壁破损 天花板不见 甚至连梁柱也断裂 整栋楼岌岌可危 还有多少东西还没搬下来 几乎都没有 几乎都没有拿下来 重要文字 我们现在要上去的 花莲山海关大楼 在起点而强正后 被贴上红丹列为围楼 住户们被迫搬出家园 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就连前卫生署长叶金川 也是受在乎 而经过土木济师评估后 认为大楼可以透过 耐震补强的工程修补 不必强制拆除 让住户们诱然起希望 不过也因此引发部分 反对声浪 红丹全世界都知道都是围楼 大概有干嘛 也不会管租 然后这房子 如果这样子的价值 还是重建的价值 会比较高吗 这个红黄丹并不是 它就唯一只有拆除一条路 如果选择重建 现场有超过一半的住户 表示负担不起庞大的费用 那我们15次楼的 这个耐震补偿下来 可能900万一部分 还可能有一点点距离 需要去 请先负责边 给我们一点帮助 大楼到底拆不拆 即时鉴定后 也将决定权留给住户 只是正反声让各有坚持 恐怕一时之间 还不会有定论 接下来的一家旅传品庄